主席总处公布2022年薪资中位数及薪资分布统计 受雇员工全年总薪资中位是51.8万 有408.5万人的月薪不到4.3万 虽然中位数跟前一年相比有增加 但是最高薪跟最低薪10%的差距扩大为4.12倍 创下近5年来新高 这代表的是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如果依现实区分 新竹市产联冠军平均年薪121万是全台最高 每到发薪水的日子上班族最开心 主席总处公布2022年受雇员工薪资中位数达51.8万元 月薪约4.3万 我自己感觉没有 可能人民的收入没有赶花或是愿意消费的感觉 一份薪水可能也不够用这样子 因为现在租房都要1万5了 根据调查显示 408.5万受雇者月薪不到4.3万元 像是部分教育业和服务业薪资中位数多半偏低 比较一下近年最高薪10%与最低薪10% 差距倍数可以发现连续两年差距扩大 2022年还创近5年新高 扩大为4.12倍 主机总处分析由于疫情期间内需服务业受创最深 另外电子科技制造等产业企业积极加薪 也拉大了高低薪的差距 其实低薪的群组都是在服务业的部分 多吸引一些外国人到台湾来消费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的厂商他有获利 他才有机会让他的员工可以拿到更多的薪水 受惠于新竹科学园区蓬勃发展 新竹市以平均年薪121万 产年全台第一名 新竹县96.3万第二名 台北市第三名 薪资差距扩大加上通货膨胀 对于低薪产业 专家建议政府出手规划 避免贫富差距持续恶化 杨宗燕林一新台北报导